兄妹穿越到黑白电视剧里 就连吃的食物都是黑的 只有野蛮剧情才能回到现实世界 今天虎将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欢乐谷》 小强是个性格内向的宅男 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家吃着零食看电视剧 而妹妹小珍却性格泼辣豪爽 这天爸爸妈妈好不容易出门了 小珍想带男朋友来家里看足球赛 球赛的时间正好跟小强的电视剧相冲突 两人拿着遥控器互不相让 遥控器被他们摔成了两半 维修工就好像事先知道一样 上门来给他们换了个新的 并告诉他们这个遥控器有魔力 可以让人穿越到电视里边 维修工走后 他们在争抢中无意间按到一个键 于是两人真的被吸进了电视机里 这时正好在放小强最爱的电视剧《欢乐谷》 他们就这样来到欢乐谷的世界 作为儿女住进了一对夫妇家 给他们遥控器的维修工出现在了电视机里 并告诉他们 只有他们按照剧情发展演完这部电视剧 才能在结束时出来 在欢乐谷的世界里 色彩只有黑白 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 没有暴力只有欢笑 食物也永远供给充足 看上去似乎很完美 小强本来就很喜欢这部电视剧 所以很享受这里的生活 但小珍却觉得这里很没有意思 他艰难地吃下了一顿黑白的早餐之后 准备出门看看 来到户外 他发现消防员只能爬到树上救猫 这个和平的地方根本不会着火 正在他吵着要回家的时候 他遇见了帅气的篮球队队长 小珍对他一见钟情 很快他们便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但在这部老电影里 情侣之间非常保守 小珍的热情让篮球队长在这一晚 打开了新世界 周围约会的人都被他们的举动影响了 也正因为保守的风气被改变 小珍上的花变成了红色 汽车变成了绿色 泡泡糖变成了粉红色 人们都开始变得自由奔放起来 这些变化也引起了小强的注意 他来到快餐店打工 老板却告诉他自己不想开店了 想去追求画画的梦想 妈妈这时候也发现了问题 手上的扑克牌竟然变成了彩色 晚上妈妈问小珍 她跟篮球队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珍坦白自己与其发生的关系 但来自电视剧里的妈妈从来不懂这些 于是这天晚上 妈妈按照小珍教自己的方法 也发现了新世界 家门口的树在这时突然着火了 消防员赶过来后发现 因为这里从来没有着过火 所以他们不会灭火 小强只好亲自教他们使用灭火器 这才有惊无险地解决了危机 小镇上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彩色 原来变成彩色的规则就是改变自己 原本这里的书籍一片空白 小强教他们认字写字之后 产生了电视剧里原本没有的知识 书里从此也出现了图画和文字 而这时妈妈那一页改变自己后 竟然也变成了彩色 因为爸爸抵制彩色人 自己变成彩色后觉得有些焦虑 与此同时镇长感觉到居民有了自己的思想 管理起来越来越难 自己的权利正在受到威胁 于是执行严格的措施抵制这种改变 小强的爸爸也参与其中 镇长下令撕毁所有的彩色图画和书籍 任何制造彩色物品的人都会被抓去坐牢 妈妈为了不被爸爸指责 于是每天都让小强来帮忙 把自己全身都涂成黑白的 小强虽然答应了妈妈的请求 但心里也逐渐觉得这样不对 人们难道不应该追求自己的天性吗 小强终于鼓起勇气 邀请自己暗恋已久的女孩约会 女孩也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时维修工又再次出现 他警告小强不要再破坏这里的秩序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们就永远出不去了 但沉浸在幸福中的小强可管不了这么多 他们都改变了 不喜欢学习的小珍也看齐了书 约会这天 他带着女孩开车来到湖边 一路上粉色的花瓣飘落在车旁 绿色的草坪也充满了生机 一切似乎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追求艺术的快餐店老板一直暗恋妈妈 这天晚上 他无意中发现妈妈竟然是彩色的 这让他更加着迷 于是给妈妈画了一幅彩色肖像画 这一行为让欢乐谷竟然下起了暴雨 没见过暴雨的人们非常恐惧 第二天 天空出现了彩虹 快餐店老板和餐厅的所有物品也变成了彩色 小珍也因为开始学习而有了色彩 妈妈自由的灵魂终于被唤醒 她决定要离开这个压抑的家 但小强却还是黑白的 她感觉有点沮丧 肖像画在餐厅里挂出来 引起了轩然大波 阵仗联合反对色彩的人 直接把老板的店给砸了 因为那张大尺度的彩色肖像画 妈妈在大街上被人指手画脚 小强看不过去出面保护妈妈 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彩色 这时她才意识到欢乐谷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完美和平 但这里的人们压抑自己的天性 不能穿性感的衣服 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虽然这里看起来衣食无忧 但是他们过得并不快乐 她决定和餐厅老板联合起来改变这里 他们一起在墙上创造了一幅画 因为这幅画他们被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小强质问爸爸 你真的喜欢黑白颜色的妈妈吗 爸爸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妈妈的样子 那时的妈妈还是彩色的 她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这时爸爸也变成了彩色的 镇长很气愤 但就在她发怒的时候 她也变成了彩色的 从此欢乐谷小镇充满了色彩 这里不再只有一种天气 人们的情绪也不再单一 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其实并不需要按照之前的剧情演戏 这部电视剧因为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小强也得以返回真实的世界 而小珍却决定留在欢乐谷 和篮球队长一起生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像黑白欢乐谷那样的完美生活 真的存在吗 或许生活就像电视剧情节一样 总是充满跌宕起伏 而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色彩 才让生活充满了趣味